《若望末世录》第十二章 那时,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照 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绒冠 她胎中怀了孕,在惨痛和苦劳中呼腾身吟 随着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异照 有一条火红的大龙,有七个头,十只脚,头上戴着七个王冠 她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了三分之一,投在地上 那条龙便站在那要生产的女人面前,待她生产后要吞下她的孩子 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她就是那要以铁杖木放万民的 那女人的孩子被提到天主和她的宝座前 女人就逃到旷野去了,在那里有天主已给她准备好的地方 叫她在那里受供养一千二百六十天 以后,天上就发生了战争 米尔和他的天使一同与那龙交战 那龙也和他的使者一起应战 但他们敌不住 在天上虽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 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 他就是那远古的蛇,号称魔鬼或撒丹的 那欺骗了全世界的被摔到地上 他的使者也同他一起被摔了下来 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 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权能和国度 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 因为那日夜在我们的天主前 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 已被摔下去了 他们赖高扬的血和他们作证的话 得胜了那条龙 因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 为此,高天和住在那里的 你们欢乐吧 破灾,大地和海洋 因为魔鬼怀着大怒 吓到你们那里去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有很短的时间了 那条龙一看见自己被摔到地上 就去追赶那生了男鹰的女人 可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给了那女人 为叫他飞入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去 在那里受供养一段时期 两段时期和半段时期 远离那蛇的面 那蛇碎在女人后面 从自己的口中吐出一道像河的水 为使那女人被河水冲去 可是大地却圆住了那女人 大地裂开一个口 把那条龙 从口中所吐出的河水吸了去 那条龙便对那女人大发愤怒 遂去与他其余的后裔 及那些遵行天主的诫命 且为耶稣作证的人交战 于是他就站在海滩上